0403大地震花莲市公所迅速与民间团体合作开设避难所 展现了高效的应变能力 获得世界各国大篇幅的报道 而日本德岛县为了进一步的交流 在后的应变流程 在日前也派遣了危机管理负责人员 前往花莲市进行实地考察 日本德岛县危机管理间演员节 及危机管理部次长范田正义 工研院博士周立慧等三人 在日前特别前往花莲市公所 由主任秘书欧美华带领团队热情接待 并由社劳科长小子卫进行简报 详细介绍4月份强症灾难发生时的应变流程 0403大地震花莲市公所迅速与民间团体合作开设避难所 展现了高效的应变能力 获得世界各国打篇幅报道 而日本德岛县为了进一步交流 在日前也派遣危机管理负责人员 前往华莲市进行实地考察 今回の可燃市の説明を受けまして やはり可燃市は常に災害の後にしっかり反省をして 次の災害に備え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を感心いたしました 通知の存在というのも大き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 それ以上にこの可燃市自体が6年前の災害を教訓にして 次に備えていくその6年前と同じような状況にはないといったところを しっかり努力しているといったところに感銘を受けたといったところになります 主任秘書美华也表示 這次能与德岛县交流危機管理経験感到非常榮幸 日方做事严謹態度也是值得施工所学習的地方 希望透過双方的交流能夠提升彼此应变能力 確保居民的安全也促進兩地間的友好關係 記者 徐立晴 華林氏 報道